最近美版的15跟15plus都掉了好多了 像我记得三月初头 入手这种美版的iPhone15全新机的话 应该是在3,400左右 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台 这台的话是一个上海的粉丝 在我下面在我这边下当了一台 美版的全新机15128G黑色的 那今天我们就一起看一下 试探哪一台美版的全新机 是什么行情 走 15 黑色的一台 这个我都是人家问我的奇面 给我的说实话 对啊 看那个炒火的去拿的去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台 我们都是让那个档口预留好的嘛 这样我们就省得跑来跑去问 不 付给我一个 这有不啊 有不有不 有不 这个啊 好 有了 有了 我们先来仔细过一下外观 像这种全新机外观一定要先过好 然后看一下屏幕 然后开机给他看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踩点漏液 好 没有踩点漏液之后 我们查询一下那个机器的信息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机器的外观橙色发给客户 好 然后我们等查询结果就可以了 15 128g 激活状态会激活的 然后我们截图一起发给客户就可以了 好了 那么这台机器呢我们就已经拿了 然后等会我们把钱转给档口 我们就把这个机器拿去那个开孔 然后再给侧机发货就可以 然后这台机器的话我们是那一个 3080拿的嘛 机器的话我们就那一个 3080转给档口了 接下来我们就拿去那个嘛 给它开孔测机发货走 机器的话我们现在就已经备注好了嘛 然后拿给那个开孔实物 给开孔实物开好孔之后 我们就把它激活测机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有备注嘛 创号是7717的 这样我们就不会弄错这个机器的创号 以及我们收到之后 机器会不会是不一样的 机器